狂按喇叭提醒 前车依旧停在黄线上 甚至还往后倒车 微停车驾驶被惹恼 精气冲冲下车 走到后方呛下对峙 事发在高雄三明区新龙街 晚上十点多 住户回家途中 遭车辆微停黄线挡路 按喇叭提醒 反遭对方怒呛 黄一男身上疑似散发酒味 住户报警求助 没想到远警竟回复 没闻到酒味就不用测 也没有当场开罚 男子车停黄线的违规行为 住户检局远警消极处理 反而受到罚单 检局所是驳回我的申诉 在黄阁线上违规是事实 那我是说 可是我有影片档啊 可以证明说 我不是主动停在那里 而是被迫的 他们就说没办法违规是事实 回家途中遭人微停挡路 找来警方求助 却被消极处理 还莫名吃上罚单 当事人小姐觉得太过委屈 想为自己讨回公道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